老婆,我回來了 老公,現在才回來 我從你的眼神中 看到閃過一絲的陰影 以我的直覺 你確定只有去遛狗嗎? 老婆大人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 我真的失去遛狗 你一定要明察就好啊 大家好,我是太極門弟子曹劍 各位沒有看錯 就是眼神出了問題 眼神辦案 我的師父就是被檢察官用眼神辦案 至今已近25年 1996年因宗教掃黑 太極門遭受無妄之災 遭不實匿名檢舉之後 高雄新竹地檢署都查無步法而牽結 但侯寬人檢察官 竟無視高雄新竹之調查結果 疑似三辦 近於12月19號 帶領大批員警 賀槍實彈 辦全搜索 偵辦太極門 更於公開媒體論定 太極門養小鬼 他的證據是 我從他的眼神裡面 閃過一絲的陰影 以我們辦案的直覺 他應該有養小鬼這件事 無中生有製造假案 史上最荒謬的起訴書 卻讓上萬人受害至今 我入門後 透過命功與性功的修煉 讓自己身體維持在基本的健康 以及修改自己的惡喜與脾氣 進而感受到人生的順風與順水 期間與良妻師姐結婚 也生下一對子女 也讓孩子們拜師入門 全家一起同修共度 然而太極門一二一九案 改變了我的生活 穿著練功服走在街上 竟然被陌生的宋瓦斯工人指著我說 被別人騙了還不知道 我逐漸感受到檢察官與媒體報導的惡意攻擊 抹黑我的師父 師母與師兄姐們 嚴重地影響著世人眼中的太極門印象 大家請看這段影片 我從她眼神裡面看到一絲閃過一絲的陰影 因為我們辦案的直結就是說 認為她應該有養效過這個事 一個檢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斷 是不是要起訴你的話 那我們台灣齁就永無寧日 這並非要起訴一個人的人 在一個秩序的社會中 要起訴蟑螂 這單的說法 會導致人們 和應該導致人們 要起訴蟑螂 在任何法律的法律 會被判斷 侯寬人用養小鬼的民意起訴掌門人 但86年4月15號起訴前 她卻完全沒有詢問過掌門人 在4月16號起訴書在媒體公布之後 遭受到司法界還有大眾輿論強烈的抨擊之後 侯寬人才在4月17號上午 再次的指揮調查員到太極門的道館 找所謂的證物 她最後查扣了一把陶木劍 公開說這個時候會拿到法院 當作養小鬼的證物 而到了4月17號的下午 侯寬人才總算首次詢問了掌門人 是否有養小鬼 掌門人當然回覆沒有 但早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起訴書早就已經公布 造成社會負面觀感了 甚至到了5月5號 侯寬人她還自己上媒體 新聞百分百節目接受訪問 在節目中她還大言不慘地說 她是根據掌門人眼神中 閃過的一絲陰影 所以認定她有養小鬼 而她說要作為證物的這把陶木劍 根本從頭到尾 在所有的法院停期的審判過程之中 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直到了這個案件終結以後 代理人申請要返還這把陶木劍 結果發現這把陶木劍竟然不見了 更誇張的是在起訴之後 4月18號案件已審到法院 侯寬人這個時候 已經沒有任何的管轄的權利了 她竟然在4月25號發行給內政部 在5月21號發行給縣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極門 而且在6月18號 她還再次違法發行給台北市 台北縣政府的公務局 要求對太極門的道館進行斷水斷電 目的是幹什麼 就是要讓太極門完全消失 大家好 我是文文 太極門經過將近11年的努力 96年7月13日 刑事法院三審判決太極門無罪無欠稅 被違法積壓的太極門師徒 獲得國家冤獄賠償 我們終於迎來平反的一天 108年底 國稅局基於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422號判決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度數字第76號判決議職 以納稅者權力保護法 更正80、82、83、84、85年 五個年度與禁施禮相關的課稅處分為零 與刑事判決結果一致 以為總算判得清白 國稅局卻違反一致性原則 獨將81年度的禁施禮當成補習班學費 持續強徵課稅 移送強制執行 所有證據與事實都已顯示太極門無罪無欠稅 一般正當法律程序 國稅局在開單之前 必須依職責調查和舉證 查明所得性質和金額 但台北國稅局在87年、89年 兩次韓文卻都自己承認 太極門稅單所核定的內容、性質及金額 都是根據市調處的資料 國稅局根本沒有依職責調查 在12月23號 侯寬人發函給合作金庫 要求凍結掌門人夫婦的帳戶還有存款 根據合作金庫12月28號的回函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這兩個帳戶的余額總共只有61萬多元 但侯寬人竟然在起訴書中捏造了32億的不實金額 並將這筆金額同時指為是詐欺所得 另外又說是補習班的學費和營業收入 一方面請法院依法去沒收 一方面又移送到國稅局去要求強徵課稅 同一筆金額怎麼可能同時是犯罪所得要求沒收 又同樣是合法的補習班學費跟營業收入而要課稅呢 國稅局他也沒有等到刑事案件的判決確定所得性質 也沒有給過當事人說明的機會 更沒有依據他的職責應該要去調查舉證 也沒有找到任何的葬證 但是在台北地方法院發函詢問之後 國稅局的稅務員叫簡偵壽 他竟然就在兩天內做成了所謂的查契案件的調查報告書 這個調查報告書裡面完全照抄太極門的起訴書中的內容 不管是說太極門是補習班 甚至是捏造的金額也是一字不差的完全照抄 然後台北國稅局還有中區國稅局 就依照所謂的查契調查報告書 分別在86年的10月86年的12月 對太極門開出的違法稅單 這種沒有依據職權調查 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稅單 其實致死就應該是無效的 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更何況96年最高法院已經判決認定太極門無罪無稅 竟然還拖到現在 不但沒解決還要違法拍賣 這個不是強盜是什麼 在整個的一個檢查體系 還太極門清白了 難道我們稅監單位的調查 會比司法調查的還要清楚嗎 刑事判決調查都認為是一種證儀 依照所得稅法第四條第17款規定 不應該課徵 這是一個證儀 根本不應該課徵所得稅 經過我們的司法體系的刑事的審查 都已經確認出禁私禮 是屬於證儀而不是守得 就沒有所謂的守得稅的問題 經過法院刑事案件裁判確定所認定的事實 行政機關沒有理由不加以引用 25年了 小英總統你說的轉型正義呢 台灣空有司法的軀殼 任由財政部 國稅局 胡搞瞎搞 獨攬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 這就是綁架人權 違背憲法保障人權 我們已經浪費25年的青春 卻還判不來公理正義 這些年來 我們走上街頭 拉布條 發傳單 也到過一服武院陳情 為何小英總統 你聽不見呢 很冤啊 大臣冤枉啊 古有幾古明月 青天明見 信冤去 沽冤間 為什麼你看不見 現在大人都盡視看不見人民的苦頭 為什麼你聽不見 現在大人都中聽 聽不見人民的心聲 為什麼你看不見 現在大人都無感 你怎能沒感覺 為什麼你聽不見 湯上一點珠百姓籤 低血從古至今流不停 國家機器長黑幕 重重黑手暗操縱 司法 稅務 形成雙手間 步步獵殺 絕對不留情 關關相戶 好大喜空的檢察官 無中生有 不守程序 招招銀行追殺令 好像在演場數據 關關相戶 橫針暴戀的國稅局 他不查證據 他不求證 張張稅單 一直不停開 關關相戶 行政法院來護航 遲遲駁迴又重複來 究竟不會成 願意非常成 想看不見 檢察院大人 正義在哪裡 為什麼你聽不見 檢察院大人 關我名利財產 關我名利財產 關我 考驗誰 搜索 押人 不解釋 整件事情根本就嘲諷事 說實 貪心 自救會 斷水 斷電 又公管 檢察官 整個黑白幕 人民中法院 青春 拼走咖 二十年的青春 隆重 撩下去 還累 還願 還無名 正下 只能 看下去 關不見 國稅局大人 陽性在哪裡 為什麼你聽不見 國稅局大人 撤銷 違法吹彈 國稅入法事實 天外飛來天文字 不看真相 正語不是補習費 不顧人權 凍結財產建築盡 萬年歲當 無限輪迴一直開 拿人民心歲大 政府官司 一庭接一庭 一手換一手 電手機 錢拿來 黨分屍 誰怕誰 人性稅 家伙稅 知己絕疑 像在逃 總統大人 人民別忘了 總統大人 主持公道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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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基門願案 是個簡單的事實 就連三歲 小孩都看得出來 偏偏有些官員 他上門不帶腦 只想要自暴 只想要升官 真假是非 政府沙沙分不清廉 學著專家都看不下去 建財運就趁你當放屁 人民願案 無限拖 這些責任根本沒人力 能被人民辛苦的納稅錢 國家機器完全都失贏 霍古陽明 千古罪人 鎮言會出不中 嚴公開真相接黑幕 鎮言總會出不中 嚴公開真相一起接黑幕 嚴公開真相接黑幕 謝謝大家 請假董 大家好 我是阿欽 看完這部MV 真的把我们太极门弟子的苦表达出来了 96年最高法院判决认定 禁施礼为赠与性质 属免税所得 101年国税局公告调查 7401份证据100%证明禁施礼为赠与 107年最高行政法院判决 更认定太极门是弃功武术修行团体 国税局独将81年度禁施礼赠税重罚 并且移送强制执行 司法判决已经证实太极门至始至今 均无任何赠税问题 国税局执行署 却违法持续查封土地 查封道馆 甚至违法强行拍卖 新政执行署新竹分署 未完成所有土地见解 及违法强制拍卖太极门苗栗修行圣地 且在二拍流标后 立即由国税局作驾承受并收归国有 国税局及执行署无视法院判决及韩文 且明显违反行政程序 违反拍卖至于立即依法撤销 太极门案件更是受到国际上重视 研究太极门案件多年的美国天普大学法学教授 即美国前总统柯林顿的顾问 肯尼斯·雅各布森表示 太极门案是他所见过在赴税和宗教自由领域 侵犯人权最特殊的案件 并认为这个案件是台湾司法制度上的一个污点 太极门甲案 25年来违法犯法的官员 不断的藐视司法 破坏朝纲体制 破坏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 文化生活权的自由 长年来不断倾扰太极门司徒 让人痛苦不堪 难以脱身 非常不能道 实在是人间的悲剧啊 最后我们三位分享人 曹姐 我们希望这宗史于眼神伴假案 延宕二十几年的违法税单 依法英语以撤销 我是文文 退还我们太极门苗栗修行预定地 我是阿清 还太极门司徒清白与公理正义 让我们用为爱勇敢这首MV 将我们一路走来在法税改革之路的点点滴滴 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为爱勇敢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让我们一起为爱勇敢 即使楠夜奥重 希望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拖开云路 终会影响阳光 因未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 坚持对的方向 无声隆隆 泪点交加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对你惊奇中一旦花香 用爱克服恐惧 用幸福令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埋开路过后 我们要坚定心情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过切 因过切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地银火销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天地荆棘中一来花香 用爱克服恐惧 用幸福令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埋开路过后 我们要坚定心情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理想 长夜将近 地银火销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人体经济 终于来花香 因为爱 因为爱 所以我们 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的日 我们要求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罪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的日 反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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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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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